首先我们先谈谈美国跟中国 美国在这段时间成功的压制了新冠肺炎的蔓延 但是遇到的是什么 来自地球之母的警告 德州的大暴雪以及强烈的低温 都重创了民生百姓 当灾难来临之前 其实这个并不是突发事件 美国的精英跟科学家 还有大气观测的学者都已经提早告诉了 当地的百姓跟美国政府 这个强烈的问题会低温一定会影响到德州之类的一些州径 会遭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低温 但是有没有人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发现到 美国没有给百姓做这些预警 也没有是说州政府知道了 我们为了不惊扰百姓 我们也不要吓人 但是我们赶快去处理好我们的发电厂 或是我们的饮水或是什么样东西 我们要先预备好 以备不时之需 是没有是完全是没有的 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民营的 所以说科学家提早忽计 德州等级都会迎来超低温的袭击 全美国还是聚焦在什么政治的口水战 眼睁睁看着这个强烈的低温 催进了老百姓的家中 断水断电暂停营业 所以那个情况就是跟电影明天过后 大陆叫什么 中国好像叫后天是不是 我们在台湾也香港地方叫做明天过后 这个景象简直是真的是如出一策的感觉 这是令人觉得触目惊心 在德州这个地方你可以零下20度 这个是什么样的要素 太可怕了 而当这场低温的来临 科学家不断的呼吁 这是气候暖化的必然灾难 如果我们再不做一些什么 改善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所遇到的这些灾难 它不会只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 它会可能在短时间的周期之内 不断不断的发生 事实上像这种低温 其实在过去一直都会有 比如说低温跟热浪 这个几乎在每一年我们都遇到 但是多少人会去记得 是说今年度过了 你就觉得没事了 但是有没有去做这些事情的改善 任何国家几乎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极少数的有 但是基本上至少在白色联盟的国家里面 过了就是过了 我们不要再提了 我们继续处理一下我们的选举跟政治 但是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而德州的州长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开了记者会呼吁是说 他们应该要去摒弃什么 这些什么样的风力发电 这些或者是一些太阳能这种绿电能 应该加大的什么样发展这些石化发电 才不会是说当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电可以用 大家还有很多人人死冻死的 但是事实上天然气也动不了 因为天然气也凝固了 所以说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 而不是他们真的没有能力去发电 所以说这位民选的州长 都认为抵抗强烈低温的伤害 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更多的石化能源 增加更多的二氧化碳 而气候变迁对不起 他是共和党的 那个都是民主党的阴谋 都是不存在的眼睛业障身 所以说政治跟利润使人更加的疯狂 然后就像我们台湾 一方面拒绝了核能 却加大双倍成本的火力发电 而火力发电所造成的粉尘PM2.5 不用去想都不是我们烧出来的 一定是万恶的共产党那边飘过来的有毒物质 我们烧的煤都是干净的煤 所以不会有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再用4倍以上的金额 去买外国人建立的锋利发电的电 然后来我给我们使用 这个钱我们也不能加在百姓身上 对不对 我们的政府是一个爱民的政府 但是我们可以掏空我们的国库 没有毛病是不是 所以说有时候利液使人疯狂 有人可以告诉你是说 这个事情我们不改变 100年之后会因为气候变迁 造成了大规模的毁灭性的灾难 但是为政者他也只会想一件事情 那都是100年后的事情了 现在给别人去想 我们4年一任对不起 我们先关心一下我们银行的数字 现在重要的事情是 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 我们现在的一些收入来源 所以说我们在看地藏经 地藏菩萨发跃地狱不空 事不能成佛 为什么地狱总是没有办法空 其实很简单 因为人类总是削尖的脑袋 拼命的想往地狱去钻 各位你说是不是 而从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 神之子所在的国度 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当发生这样大事件的时候 百姓已经断水断电 暂停营业 瀕临凍死之际 美国的美军跟国民兵没有进入救灾 这个是不是令人很玩味的事情 而这些应该保护美国百姓生命安全的军人 关闭了12 至少12座的军事基地 为什么太冷了 军事我们的英雄要去怎么样 避寒 有时候这个老师不是很明白 这些所谓的民主自由的价值 不要说哪里 我们就说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台湾地区 好吧 当台湾发生了台风 淹水 甚至明天可能我们台湾地区的中小学要开 要开始上课了 我们的国军英雄都会尽可能的调动兵力 去进行的救灾 这个相信各位的台湾同胞都是历历在目的 包含了我们明天开始的小学中学 很多都会调动的地方的化学兵 进入这些学校 先把小孩 小朋友用的这些器具都消毒完毕 而且在其他灾难发生的时候 不要说911这种大地震 包含了其他时候大淹水 或是一些比较天灾型的问题发生的时候 或是一些人祸 导致需要弱势需要帮忙的时候 各地的救援物资不断的会涌入灾区 跟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说亚洲人与欧美民族最大的差别 老师会真的是有种感觉 这是一个数千年来的文化的差异 无论是日本韩国或是大中华这两岸地区 甚至是新马月泰 大部分的百姓都愿意在灾难的时候 互相的伸出援手 重整家园 无论多少我们都多少都愿意去帮助一点他人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亚洲地区的百姓 应该算是不能说说黄州人 因为泰国人算黄州人吗 不是不知道算不算了 反正我们亚洲地区大部分都有美的 而这次在美国发起救援的 大多还是一些人道组织去做救援 包含了救海龟 对不对 因为太冷了 救了1000多只海龟 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食物的发放 政府他们就是提供什么 体育馆当场地 或者是一些残血车不断的去做 你能说他没有做吗 老师也不是这个意思 当地的政府还是尽量的要去救灾 但是问题是你督促了这些电厂 尽速的恢复发电这个行为 然后再指责这些电厂没有做好备原系统 或是因为绿能设备的停摆 然后这个风扇都截动了 才会发生这些事情 但是根据点还在哪里 这个真据点还在于 这些电厂基于基本资本主义的精神 大多都是民营的电厂 这是在美国的特色 他们不要说电 也是来水厂也是民营的 而民营的电厂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的是利润 然后一定是利润 我做生意我不值得利润干嘛 而不是国家或是地方安定 做生意就要做能挣钱的事情 能够赚钱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而且这是商人的本分 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 这个绝对没有毛病 而政府对他们只能大开方便之门 让他们更方便的去投资电厂 投资水利 但是对他们的要求却越来的越少 为什么 因为让财团的强大 政治现金才会够多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文化的差异就差了很大 比如说像我们的中华民族 或者是在其他亚洲的国家 大部分的民生必须物资 比如说像中国盐、铁、茶 这三个基本上都是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是朝廷所能够掌握的 而不可以让民间去做 比如说各位有看过乔家大院 虽然那个是有点瞎掰 但是叫他们的一些汇兑金融 朝廷的官影是不容许地方的票号去染指 为什么 很多事情必须由政府去掌握 平敌那些农产物价 还有那些民宣必需品 这样才不会落入到其他的民间设施 但会做生意的人把持了国家的名气 这就是一个政治的哲学 这是几千年的事情 而不是就近代的一个思想 而在这场大雪严寒之后 暴露出来的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所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美国的基础建设过于的落后 中国吃了他的午餐 对不对 过于落后了 美国现在的国家或是州政府 所拥有的国家基础建设 都是在美国40年到50年前 所建立起来的 包含杜鲁门那个时代 在那个之后 美国就把自己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包含了水、电、瓦斯 这些重要的能源产业 石油都都交给了民营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包括连媒体都没有说 没有什么是说国家掌握的 全部都交给民营 都交给民间的财团去把持 所以说这些的电厂 这些的水利会越来越的强大 所以之前看过一些的新闻报道 还有研究 在美国有一些地方 他的症的百姓可能几百人 他们的癌症的发病率是高达多少 不是5%到10% 是60%的人都有癌症 60% 都有得癌症 各种各样的癌症 但是为什么 后来大家去严重去发现的一件问题 原来是他们喝的水有问题 喝的水有问题 开玩笑 你在亚洲地区 你让百姓喝的水有问题 开玩笑 那个不是道歉了事就可以结束的 对不起 在美国 这是水公司的事情 水公司是民营的 所以说他跟你只有商业关系 你要嘛喝 你要嘛不喝 所以说他那些水 拿来洗东西 可能可以 洗澡 可能可以喝 没门 你得去超市去买 但是你难道这些有毒的东西 你进到身体里面就没有事吗 但是美国的政府没有办法管辖 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并不供应百姓水 这个基本的需求 所以说在看这些政治制度之下 我们就发现了 政治的一个思想跟文化 对一个国家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各位说是吗 所以是说我们看到这件事 为什么这些事情 没有办法在后面继续建设 因为要做这些基本建设 无论是水利瓦斯 或是各种高速公路地铁 他都需要一些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建设 而不是一两年 你就可能盖好一个高速公路 这个是办不到的 好 那个是办不到的 他们的国土这么大 你一盖你可能都5年10年都跑不掉 但是问题在哪里 政治体制上面 每一个人都是第一年选上 第三年准备连任 尤其是政府首长 最长8年你就得卷破盖种人 他就像欧巴马就像克林顿 无论如何你再好也没有用 对不起 时间到请你打包离开 换下一个人来玩 所以说这8年的时间 前3年你只能做一些眼睛看得到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第4年你要连任 所以你就要花不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你去争取连任 对不对 像德国人没客人就不一样 他竞选连任是非常容易的 为什么 他只要说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就连任了15年 你看看 就是会做事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你前3年只能做一些可以看到的事情 准备第4年可以讲政绩可以连任 那么你第4年连任之后 你后面的4年 你又得为下一个接班人去安排这些事情 那么你真正能做事的时间 你可能也只有两三年的时间 请问一下这两三年的时间 你能够做出来的政绩就必须是短期的 塑效的 而且很快就有成果的东西 给百姓去看 说了你可以跟他们讲说我盖了这个公园 我盖了这个草皮 我盖了这个我放这些烟火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盖一条高速公路 这个需要5年10年的时间 一条高速铁路 比如说中国都高铁 台湾有高铁 你光一小段里没有三年五载 你根本出不来基本的样子 我们不要说他可以开始跑 就光你要去真地跟整地 跟去做基本的去道路的去维护 还没有开始记录到你要建站的地方 你至少就得花了3到5年 你可能都还看不 地上还看不出样子 都还是乱的 就像我们台北捷运盖了将近10年的时间 台北捷运台北这么小的地方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盖的 从黄大洲的时代就开始盖 到了撑水扁时代 才开始可以跑 有没有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这么有趣 这种事情就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所以说像美国人要改善地下铁 那就是实验为基础的建设项目 能做吗 你要选连任的时候 你给百姓看到的 就是挖的满地都是的泥巴 百姓会遭遇的 像纽约如果你要改变 那就是交通肯定不方便 肯定是很痛苦 不远身载道 以及建设期间的脏污 这个能够当成给百姓的政绩吗 你跟我讲未来很好 但是你现在选连任 我觉得我很不方便 另外一个跟你讲 只要我商人这些全部取消 把甜品恢复我们过去美好的光榮的日子 谁会选上 这就很难说 但是权力为什么我要放弃 所以说我不如做一些很快快的事情 放放烟火 我瀑布草皮不是更简单的事情吗 对于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民选的政府 国家基础建设的进展就会非常缓慢 这就是因为政治的稳定度不足 百姓以为有百姓自己选出来的首长 无论他过去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他还可以 我就给他机会做做看 可以为我们佛福利 因为换人有新人新气象 对不对 但是这些的选举的时间跟制度 其实是扼杀国家前进的民选制度 我们换一个方法想想看 像我们像克林顿 如果是欧巴马 如果他真的可以做的一直做下去 没有任期限制 或是他任期一任就是10年 美国现在真的只是有很多基础建设不能盖吗 我们更简单一点 给特朗普10年的时间 很简单特朗普10年的时间 真的特朗普不能做好基础建设吗 因为特朗普是做建商的 你真的给他10年 他不要满脑子一天到晚想的是选举 他能干的事情 绝对不会少于其他美国立任的总统 因为他能做 他知道怎么干 他就是有这方面的才能 但是他能做 他不能 因为时间不够 特朗普之前取消了很多环评的限制 就是希望美国的基础建设能够继续的跟上 但是也只能做一半 或是提个案后面你取消了 但是你真的要盖 你还盖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钱还有疫情 当然还有任期的问题 所以制度上这些民主制度 还有很大的一个改进空间 我们看我们刚刚讲完了美国 我们看看中国 中国这30年来 大力进行了基础建设 也就是打基建 就连现在中国可以 给跟美国抗衡了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我们不要讲中国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换成像台湾 台湾的基础建设 主要是基于蒋经国以及孙韵学的时代 他听过这两个人或是见过这两个人的 你至少都已经40几岁了 对不对 在百姓没有车的时候 都还在南部还在牛车的时候 他就盖起了高速公路 被大家批评 你是给有钱人盖的公路 我们根本不要说车了 我连摩托车都没有 你告诉我 你要盖高速公路给谁开 而且还不能上摩托车 你就土利财团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还是坚决的去做了十大建设 为什么政治集中度很高 那个时候国民党划事 蒋经国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真的要跟他对着盖 对不起 你明天突然会消失掉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能说他对 也不能说他错 但是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是这个样子 而当没有电视的时候 他们盖起了发电厂 接续的搭配了经济自由的开放 给后续的后世带来的是什么 李登辉时代带来就是强大的经济奇迹 曾经的台湾是什么样的台湾 他是亚洲四角龙的龙头 其他国家是远远不能及的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龙头 在过去中国制造是什么玩意 叫做出自烂造 30年前 中国制造出自烂造 这个大家相信都不会反对这个事情 帝国有什么事情出来中国了 香港是一个时尚之都 说是在台湾 在西门丁那边好像有个小香港的地方 现在当然也完蛋了 台湾做什么厉害的 因为透过政府的一个提倡 开始很会开工厂 所以说以前的台湾制造真的是左遍的大江南北 左遍的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MIT 而不是现在自己的台湾No.1 而是真正的台湾No.1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台湾前眼角木 这个大家相信在台湾的朋友都听过 所以说基础建设做得好 让台湾的经济至少保持了30年的优先 所以说后来中国要去追上 就发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那时间造就了王有契 造就了长荣 造就了国泰 造就了郭台铭 台湾目前还有许多的世界第一 但是百姓却没有像过去那样生活的容易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 不再稳定了 因为这个换手太快了 你今天可能是蓝的 可能是绿的 这个就很难去再往地了 大家都想的事情是怎么把对方击倒 而不是怎么样把国家建设好 各位你在台湾近年来 有看到什么样的重大建设吗 我们用心去去看看我们自己的社会 除了蓝绿二兜之外 除了八年八百亿这些预算播出去之外 台湾近年来做了什么样的重大建设 是可以让我们子孙 因为这个建设而蓬勃发展的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政治的持续度 这个问题不止在台湾 其实在日本 在韩国也是一样的问题 韩国更简单 离开清广台就到了什么 就到了法院就下监狱去了 对不对 当国家没有长足的发展 跑龙套的政客不断的掏空国家的财政 反正有问题给下一任扛 那么财团的养成 国家财政的贫困 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日本很多人觉得日本是一个很非常的认真的一个国家 但是各位要知道他们的水库有很多的问题是 淤积的很严重 为什么淤积的这么严重 他们没有去做抽杀 因为一抽这个东西就要编列庞大的预算 招标 而且这些事情是没办法现在立刻看到的 所以说很简单一件事情 几十年下来 淤积越来越深 还是跟你讲一句话 后面能去解决 我们先解决眼前看到的事情 这样的下去国家要怎么去进步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因为日本还是有不同党在党争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而现在的建设跑到了中国 中国光广东地区GDP就已经超越了韩国 江苏紧跟在后 这还是中国的一个省两个省 现在已经很多省已经 他的国家他的省的GDP 都已经超过很多的欧洲国家 所以说目前中国现在做什么 这些万恶共产党 现在正在做的并不是扶贫那么简单 因为扶贫的政绩 给钱给物资就可以 说坦白的给你钱花 把你盖房子 给你来一些东西花就可以了 就像什么 就像美国的大杂币活动 给钱就可以扶贫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但是目前中国在做的 就是以省份为中心点 来进行的省份的成长 也就是什么 邓小平的模式 一个地方先富起来 最终要达到的 就是避免任何外交上的问题 来进行对中国产业单点式的打击 然后造成中国经济受到很大的崩溃 例如什么 过去的在中国有 对美国输出的钢铝产业会有反倾销 或是一些五金器械 美国可以用反倾销来制裁你 现在包含了什么华为世界 已经还有小米 还有一些微信支付宝 或是抖音等等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新时代的制裁的手段 而中国现在大战略重心 并不是放在跟美国去做国际上的一增高下 而在进行的每一个城市的基础建设的更新 为什么 因为国际环境的持续恶化 这个是不可逆的 无论是天气 无论是外交上的纠纷 他都只会持续恶化下去 或许会有短暂时间的和缓 但是不会改善 为什么因为资源越来越稀少 分配越来越不公平 气候越来越恶劣 中国现在能做的 只有把自己广袤的国土进行最大程度的利用 不让外销成为中国的商家的命脉 像中美贸易战给中国很好的教育训练 不要让贸易成为中国的唯一的死穴 而让国内的内循环成为国家经济的一个供应链 最主要的来源 就像什么 就像英国 英国内循环也是很严重的 但是英国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中国人口太多 各方面的资源需求量都十分的巨大 在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预先准备好城市的基础建设 未来中国社会的不安定性 当然也就会更大 例如什么 居住环境 如果现在没有做好什么足够的交通 比如就像台湾 一高跟二高没有做好 请问台湾的经济能够发展到20年前这样吗 那是很难的 而中国现在拼命的去盖路 盖高铁 为什么要缩短省跟省时间的距离 你从北京到蒙古居然只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先对不起 你得走上一个月 而是早时 那是早期的 清早的时候只走上一个月 就算在其他时间 你也至少也得坐火车 至少也得坐30个小时 但是现在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 所以说如果没有把交通建设好 就造成了什么 你的百姓涌到大城市的居住比例就太高 那么那个城市的饱和度就会过高 各省份的人才也就会不均衡 造成很多的贫富差距也会日以俱增 中国现在贫富差距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离欧美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也已经很严重了 而这种状况 中国就不会跟美国进行了白热化的决战 外交决战不是说热兵器 因为内部的粮食以及原物料 中国目前还没有备齐 大军未动 最重要的就是粮草要先行 中国的粮食如果不进口 那是不够中国人吃的 说实话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去年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最严重的阶段 中国政府发起了什么运动 各位记得吗 光盘行动 就是N-1 就是你三个人点两道菜 五个人点四道菜 反正菜数就要比人少一个 一个人去吃你就吃白饭 是不是 就是光盘行动 为什么要避免粮食消耗太快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那国内的存粮 虽然百姓吃白米饭是够的 但是多的也真的就没有 那对民心跟政权的稳定度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中国的强大未来会超越美国 不是因为战争 或是因为金融的强势 甚至不会是因为领土的扩张 而是透过国内的基础建设 让产业自然的发展 到最后因为财团 而发展的美国 或是在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资本主义国家 自然也会被这些财团给拖垮 像韩国我们看的很清楚 决定韩国的总统是谁的 通常都是财团 而不是真正的民意 中国的自然的国力的增长 必然会在习近平下台之前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这是因为他们做什么特别吗 没有 他们就是积极该建设就可以 就像秦朝 他们的脾情之策 最后造成了秦国的强大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当每个省份的区域性经济 通过基础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时候 民主欢乐颂 很容易被中国大部分的百姓去拒收 拒收民主欢乐颂 这才是真正中美之间最需要对抗的地方 为什么 中国美国必须要把中国击倒 不然中国会发展太快 为什么 因为中国拒收民主欢乐颂 会造成他们国家的力量太强 那么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强的军事 这么强的经济 你又有最强大的资源 然后你的政治稳定度这么高 这对美国绝对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事情 所以说当只要民主党一上来 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多民变 无论是缅甸 无论是俄罗斯 无论是在其他国家都发生很多民主欢乐颂的事件 为什么 因为别人的混乱才能造就美国的稳定 这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中国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 中国政治模式 是美国没办法达成建设的关键 如果说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 如果美国真的在乎新疆 比如说维吾尔族的人的民主自由 那么请问为什么特朗普他要制造跟穆斯林的对立 当时对穆斯林的撤肘可是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要拒收那些南美中的移民 为什么要在墨西哥盖起了围墙 有利益的地方才有人权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否则美国如他所说的一样 现在出兵缅甸 不是应该现在进行的事吗 那么现在那里没有民主 美国为什么没有派军队过去呢 各位你说的 好 我们看各位什么问题 есть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会对最好的 对我们为我们在那边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感谢观看